由于实现内外经验,其是佛婆义至今神,除直受身,义戒舌肉,父为宾足。 佛义宫中闻说法声,和我获文十方同夫密义,此名金破地下离合,成就善终。 这一段是属于第三,叫做金破夫相离合。 这个金破夫相离合,这个说法是讲义里面的这个名称。 如果是正脉叫做文空说法,宝镜就叫做宜空文法,他们都是四个字。 欧威大师就叫做金破或离空中文法。 此章叫做金破地下离合相,他们都是由他的见解,这个不论是四个字,八个字,七个字,他的用意啊,就是把这一个第三种的境界啊,把它表明出来。 啊,由于此心内外经验,此心还是前面此中的此心啊,就是继续在反文字心上,啊,努力进修,入流旺所,啊,前面第一次向外,啊,所以能够神能除外,啊,而第二次向内,所以能时速饶回。 现在这里是内外经验,那这是很显明的,表示啊,这第三个这个修行啊,比前面两种都,呃,加以,呃,很努力的进修而在深入。 啊,这个时候正在用功的时候啊,啊,其实就在这个时候。 漢波一探查看,每一阵 涂我们也有的时候啊,最后一回就έng und evitar它过来就เลย了。 所以我们的节省啊,第二次� sebelum Revelation или vers the científic, 这一段话啊,我要先解释那个风波一致今生, 氛波一致今生啊,呃,在永迷法师讲义里面, 他这样写 一经味 焚尝一肝 破尝一肺 异尝一鼻 治尝一胆 获悦走色 在此考证 经尝一胜 神尝一心 这几句 完全超这个正脉 正脉的原文啊 一直不漏地超下来 正脉原文是这样子 一经味 焚尝一肝 破尝一肺 疑尝一鼻 治尝一胆 获悦走圣 在此考证 经尝一胜 神尝一心 这几句话 讲义按照正脉的原文 整个超下来 一直不漏 一直不漏 我觉得 这种超法呀 未免太 太陶帅了 怎么说呢 里面 有一句 在此考证 应当知道 正脉呀 是在明朝末 是在明朝末 明神中万历 二十八年 西纪的一千里 一千六百年啊 出版的 正脉那个时候 他自己没有考证好 究竟 究竟 自是 尝一胆 还是尝一胜 啊 这个 自 自向的自 四字头 心子表的 自向的自 自愿的自 而这个 自啊 人身上的自 是尝一 尝一胆 呢 还是尝 尝一 左胜 在当时啊 正脉 他没有考证出来 而他操的一经啊 究竟哪一部一经 也不得而知 只是说一经 一经位 一经这样说 那么 最富胜民 最值得根据的 这个一经啊 应当是最早的是 皇帝内经 皇帝内经 或者 这是 偏西的南经 啊 这两部是 最值得考证 最值得研究的 应当里面 有所说明 可能 正脉 当时 他写到这里啊 啊 他看的 一经 不晓得是 哪一部 不得而知 也许是 一般流通的经本 书本 也不得而知 就是一方 一般的一方日书 啊 写 可能是说 这个字啊 有的说 藏在胆 有的说 藏在走胜 究竟是藏在胜 还是藏在胆 他没有办法确定 所以只好写 赞时考证 正脉 写赞时考证 到了 蒋一啊 蒋一是 是民国四十年才出版的 啊 这个时候是西纪 西纪的一九五一年了 民国四十年 西纪 西纪的一九五一年 从西纪一千六百年 算到西纪一九五一年 已经过了三百五十一年了 请问 三百五十一年来 谁去考证过 谁去考证过 这中间最富盛民的诸解像 冠定书 保镜书 持长书 他们都不这样抄 他们都是 对正脉 都是五体投地的 可是他们都不抄 这个赞时考证 这一句 他就不抄进去 啊 那么 尤其这个职长 他把世纪一般的说法 只列为第一种 啊 而以正脉的说法 为第二种 然后把这个冠定书的说法 啊 派为第三种 呃 他自己很谦虚的说 呃 执掌的这个作者是 打天通理大师啊 通理法师 他说 我对于世间书啊 我比较很少去下功夫 没有自己 没有没有功夫啊 不敢断定是哪一种 但是正确 我只把这三种都抄出来 给大家去参考 但是他没有叫人 赞时考证 啊 那么 这 这里用这个赞时考证的 这个话 实在使人觉得很奇怪 操得未免太 草率 这样子操出 不是办法 假如写诸杰 这样也叫做 猴发的写发的话 那问题就很严重了 所以我总觉得啊 讲义到了后边 往往是可能他老人家 写了之后没有再看 啊 才会出这种问题 这个赞时考证 你再想想嘛 赞麦的时候 没有考证 啊 那个那个时候 他是自己没有时间 所以没有考证出来 要赞时考证 希望后人能够 其他考证 那么经过351年 还是没有人考证 没有人考证 你讲义 原因法师 还是叫人 赞时考证 你赞时 是谁啊 是后谁 你原因法师 自己写的时候 不考证出来 你叫谁考证 你应当好好的 把这个考证 把它写出来 才对啊 应当是写说 这个赞麦当时 叫人赞时考证 我现在考证出来了 应当如何如何 可是没有啊 你还是按照 赞麦的这个文字照抄 所以我就看到这里 我心里实在 觉得很难过 这位老人家 为什么这样抄 啊 所以 这一段文啊 我们未了要解释 这个 吻泡 吻泡意志精神 这些说法 谁说的最有力量 最合乎条件 实际上 皇帝内经里面啊 就有说明 皇帝内经 里面有一篇 叫做玄名武器编 玄名武器编 第二十三 这是第二十三篇 皇帝内经里面 就有这样说 五脏首长 心肠身 肺肠坡 肝肠缝 鼻肠意 肾肠志 是为五脏首长 是为五脏首长 这是玄名武器编的原文 啊 就在皇帝内经 我亲自看过 我按照原文 把它放大引印出来 啊 这个五脏 心肠神 肺肠坡 肝肠肤 鼻肠意 肾肠志 他这里很显明的 呃 有有写 有写 写个很清楚吗 呃 不过 呃 我们看看 这个前面 古人的注决 啊 古人的注决 在冠领书里面 实际上 冠领书的 引证呢 完全正确 冠领书 写的完全正确 是实际上 冠领书的说法 是全对的 啊 那么冠领书的说法 竟然是最后人 不晓得 呃 运用 而搞得这个很乱啊 实在是不是办法 冠领书里面 它是这样写的 啊 冠领书原文啊 它写说 扁西南京云 无藏 呃 无藏者 有其神 无藏里面 所藏的 有其种神 各何所藏也 大约 藏 藏 藏着人之神迹 所含藏也 故 甘藏分 肺藏破 心藏神 鼻藏一与智 胜藏金与智 它这个完全是 何福原文 就是南京 扁西的南 南京所说的 扁西的南京啊 呃 一共有八十一南 八十一南里面啊 第三十四南 第三十四南里面的原文 明文有写 啊 这个 八十八十一南的南 这个南京里面 第三十四南 明文写说 五藏有其神 各何所藏也 然 他不是用问答了 下面用然 转语词来说明 藏者 人之神迹 所含藏也 故 甘藏分 肺藏破 心藏生 鼻藏意 以智 这个字是智慧的字 啊 而 盛藏 金以智也 这最清楚了嘛 啊 他是按照南京 第三十四南的原文 呃 完全按照原文 抄下来 一次不漏 那么这个冠凌书 完全有根据的说法 后人为什么不用啊 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所以呃 内京南京 我都看过 我为了这一点 就是因为他这个 在史考证 我只看到那个 在史考证啊 我想啊 我会信 我这个小小的会信啊 没有人知道的 我来考一考吧 证一证吧 究竟实际情况如何 我就好好的 下翻功夫去查 啊 查遍皇帝内经 查遍扁西南经 啊 下来一番功夫啊 查出 诶 灌顶书里面的说法 第三十四南 是完全按照原文 这是正确的 奇怪的是 既然讲义看过 讲这个灌顶 他也用很多 这个灌顶里面的文字 为什么这一段 他不用灌顶啊 他也用来来玩的